葫芦兽三子,阮兆祥,王祖兰和李思杰 这天出席了一个慈善活动 不过在玩拔河的时候 祖兰就抱怨这个游戏对他不公平 请大男来说我一向都不是很帮助的 我在哪边就哪边输的 所以尽量那些人都不会让我去参与 这里是很公平的 今次大男杯我们是计算了磅数的 不关事的,人数和磅数 总之磅数是一样就可以的 其实做善事祖兰不用这么介意 但是接下来他们的演唱会就要用心一点了 因为距离演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接近 相信他们在舞台服装方面应该是准备的差不多 而且祖兰还大爆阿姐汪明泉 到时候会有性感的演出呢 这方面有没有说谁的衣服会比较漂亮一点 厉害喔,厉害喔 阿姐 我先讲一下阿姐,阿姐的衣服真的厉害 我说他会闪耀全场 就算去到所谓最远最远的行李 最后那位的朋友可能他的衣服都能撐住他 我够揽讲 全世界会第一次看到阿姐的车头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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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终于肯揽车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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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 好像说我 从来没有说过 以前咖啡已经四座了 今次 不知道已经八座了 我跟你说 阿姐 会开哪个车来呢 嗯 哈哈 除了服饰之外 当然少不了他们精彩的环节 这一次的演出 他们都希望观众可以跟他们有多一些交流 今次 其实我们都 其实是一个集思广益 在这么多集的服务手里面 我们都有些经验 知道大家 喜欢我们扮哪一类型 或者一些经典的角色 我们会再次扮 但我们又会问一下 或者有时候都会观察一下 究竟有些什么新的角色 有些新意可以带给大家 今次可以说是新旧的大集会 喜欢服务手朋友 希望大家赌场支持我们 是啊 我们最开心 King Sir说 一个舞台演出 是由零开始去集体创作 所以我们很开心 就是 对着整班人一起 就是看完这件事由零开始 一人加一句 一人加一句 全部人一起创作的过程 是最开心的 那希望 还有最后一个集体创作就是什么 就是到时大家一起的参与 因为有些事是需要大家一起给反应 我们才会更加好玩 我们才会更加好玩